Hello,大家好,我是Zory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我们DK系列的这个课程 那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第一次第九小节的内容 那我们在这一小节大家会看到主要所谈论的就是 一些非常常见的工作职业 老样子,这一节课内容也是比较简单 大家认识这些常见的职业 然后会拼写,要会拼写 因为都是一些基本词汇 然后的话,如果是大家考雅思的话 你们会发现在你们后面 雅思听力的这个Post 1部分 也竟然会要求大家去进行基本的职业单词的拼写 所以来讲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些词汇 好了,那么首先的话我来给大家放一下音频 那么我们先根据音频的内容熟悉一下 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大家可以张开嘴巴,一起来读 我们第一个看到这个词,这个是一个演员 它的音频的内容仍然不是让它顺序 所以的话我们每做到一个词,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标记 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个单词 是我们看到第一页右下角的这个词叫做autist 这个词是什么,就是艺术家 好,那么紧接着 也可以直接看这个图表里也称为画家 好了,那么接下来 好,我们看到第三个 大家能不能根据翻译或者直接根据翻译 听出来这个单词是什么 叫做businessman,对吧 这边就是商人或者企业家 但是它指的是男性 businesswoman 这边的话就很明显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女商人或者是女企业家,对吧 这个很简单,继续 chef 好,看到这次叫chef 好,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厨师的意思,它是大厨 大厨,对吧 然后我们说这个人他姓什么 你就直接在这个chef后面去加上他的姓 cleaner 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单词 E-R-O-R-R-S-T 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常常见的表示 人的后缀 大家可以利用这些后缀去猜词 所以这个是什么 就是清洁人员,对吧 保洁人员 好,那么紧接着 好,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一个美式的说法 那下面是一个英式的说法 英式说法叫做builder 那表述的词不一样 表述的含义其实都是一样的 Dentist Dentist 这个人可能可能 噩梦,对吧 我从小到大的噩梦 就是看牙 然后就Dentist 牙医 Doctor Doctor,医生 Driver 好,这边是我们看到的 Doctor,就是医生 Driver,就是司机 好,那么紧接着 Electrician 好,刚才我们大家听到的是哪个词 电工 电工在这边 大家会看到I-I-N的一个后缀 对吧 然后也是表示人非常常见的一个后缀 Engineer 好,Engineer 这是什么 工程师 工程师 在右上角 好,那么紧接着 Farmer 好,这个词有意思了 大家对这个词实际上一点都不陌生 叫做farmer 好,可能还会把它列成为农民 实际上不是 它代表其实是一个农场主的表述 而农民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Peasant 好了,我给大家写在了这边 好了,那么紧接着继续往下 Firefighter 这个是灭火的人 对吧,就是消防员 大家会看到这个E-R 这个E-R这个后缀 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表示的人的后缀 继续 Gardener 这个也是在花园后面加上E-R 那什么意思 就是花园 园丁 Hairdresser 好,紧接着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词 这个词叫做头发 对吧 而后面看到是dresser 是什么 就是像给头发穿衣服的这个人 那就是什么 其实我们就说这个 理发是 Hairdresser OK,你接着继续往下 George George 好,George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大家作为动词来讲 非常成绩 就是判断 对吧 然后我们作为名词 说作为一个职业来讲 那就叫什么 大家会看到有人非常威严的 坐在这个桌子写 就是法官 法官 Mechanic 好,紧接这个词 Mechanic 这词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会看到后面有辆汽车 对吧 就是汽车修理工 Nurse Nurve 好,跟医生相对的 就是护士 Pilot Pilot 其实大家非常常用的那个笔 叫做百乐笔 对吧 这里边代表什么 作为一种职业 是飞行员 Police officer 这个大家从小就比较熟悉 警察 Receptionist Reception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接待处 对吧 比如说你住这个酒店 前台的接待处 然后学生公寓前面这个接待处 就叫做Reception 那么大家又看到这个后缀叫什么 RST 那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就叫什么 就是表示人的一个后缀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表示人的后缀 对吧 所以这里边代表什么 也就是接待员 接待员 Sales Assistant 好这个词儿大家应该不陌生 我们经常会听到叫做SA 对吧 什么叫做SA 那就是就是说比如说LV 然后Chanel 这些奢侈品 然后大家都会说 我今天跟这个SA订了一个包 对吧 其实就是贵姐 贵哥的一个意思 它实际上全称也就是Sales Assistant Assistant是助理助手的意思 所以其实上就是帮助你进行购物的 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就说这个Sales Assistant OK 好紧接着 Scientist 好这个也是以RST结尾的 对吧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意思 以人结尾 这个RST结尾代表是人 所以是什么 科学家 科学家 Teacher Teacher 这我们就不说了 Vet 好 看这个词 这个词大家来猜一下是什么意思 它前面是一只小狗狗 然后后面 可能是一个这个办公桌 对吧 但是很明显 它的职业是跟宠物有关系的 所以是什么 兽医 Waiter 好 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服务员 这个 比如说餐厅 但是是男服务员 特指是男性 Waitress 那这个其实就是 女性 女服务员 好 那么到这边的话 我们所有的基本的关于职业的 这个词汇 就已经了解完了 这些词来讲 大家现在有没有掌握 好 那么紧接着的话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9.2部分 这个词叫什么 复数的一个意思 我们所说对于大多数 关于人和职业的名词 变成复数 关于人和职业的这个名词 如果是变成复数的话 我们通常会在结尾加什么 s或者是es 比如说driver 对吧 这个司机 那如果变成复数 不止一个司机 那叫什么 drivers 那如果是一个女服务员 对吧 那大家会看到 他这个词本身就是es进行结尾的 那我们在后面es结尾 那就加什么 通常想象下就是加es 那么大家看到第二个 像这个男性 男人的话 他如果变成复数 怎么变的 他就是特殊的一个复数变化情况 他不是在后面加s 而是把这个a变成e 那相同的女性 也是这样去进行一个变化 紧接着来看一下第三个 那么很多词来说的话 如果这个词 它是有两个词构成的这个名词的话 对吧 有两个词构成的这个名词 比如说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所看到的这个警察 叫做police offices 对吧 那如果变成复数怎么办的话 大家注意 你只需要把第二个词变成复数 也就是在这个office后面加一个复数 变成一个police offices OK吗 好 这就是基本复数的一个变化情况 更多的一些变化规则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 去做一个积累 好吧 这一小节的内容比较简单 我们就先到这 所以依然是选干红柳套的东西 我们下节课见